希臘民族性格的特點是在於他們對人體美的自然欣賞 他們的最高理想是身心皆美 令到他們在沐浴時十分自然脫光衣服 呈現裸體,而且十分注意保養肌膚 希臘地方不大而多山,面向地中海 歐洲福地的海洋環境和地中海氣候令到那裡炎熱、乾燥、小雨 河流水流量不大,夏天還經常斷流 因此特別需要勤洗澡以保證清潔和健康 古希臘人針對這些特點發明了兩種事物 飲水技術和公共浴池 所有供水系統都是通過供水管道將山上的山泉引入城邦 在城邦內通過公共引水房調節 私人可以在那裡將盛水器灌門拿回自己那裡使用 人們除了去公共浴場外 通常在淺浴盤裡洗浴,熱水取自逃工的製途窯 希臘人最自豪的莫過於他們的城邦制度 這種制度培養的就是公民的集體觀念和公民意識 而公共浴池正是他們最直接的體現 在希臘時代早期 只是那些條件比較寬越的家庭才會有私人浴室 這可能是私人浴室最早的起源 而幾乎到處都有公共浴場 有時體浴場內的浴室也向公眾開放 但這些浴池通常都很小 人們在浴池裡談論成邦事務 令它逐漸成為社會活動中心之一 除了洗浴之外 希臘人還十分喜歡各種非競賽運動項目 最流行的是那些利用簡單 容易找到替代品的設施活動 如石彈子、五火錫子和各種色子、球類運動 其類運動包括一種旗盤隔旗 他的外觀與西洋跳棄相似 但比賽規則已經不可得知了 而葡萄酒的流行 令黑塔博斯成為古希臘人晚上的一項運動 他是用葡萄酒殘渣朝一目標拋窄的運動 拜手腕是一項古老的民間傳統體育活動 相傳在古希臘 男人喝酒後 經常使用這種簡單易行的比賽方法 進行力量的較量 就像在很多其他方面一樣 即使是在遊戲的時候 希臘人也癡迷於表現自己 以為是在遊戲一項運動 反映中的測試 並且在任何時期間 除了其他方面 在任何時期間 是在任何時期間 令人的一項運動